哇 哇 好好吃 哇 这牛肉应该不错 来吧 又换了一身 露克 没有 我刚试衣服呢 试 我试一下我那个胆 你的试剂 什么 没事 那么吃吧 吃吧 大露手 嗯 你吃鱼肉吗哥 牛肉吗 啊 一点点 谢谢 你看哲远 他终于开始吃辣建设餐了 牛肉 但这种挺好吃的 你让我尝一会儿 那不尝 我吃这个 牛肉钢鱼 好吃吗 好吃 非常多辣的 哇 好吃哦 牛肉是不是 这有 嗯 有啊 你们没有去那个特别热门的餐厅排长队 排啊 那你们打开了什么 我们今天行程是 我们去那个餐厅它排队要排很久 排三四个小时 现在排队的时候呢 还有两个小时 我们说去哪呢 然后发现附近就有一个景点是 逮王御花园 那就是很多游客打卡的地方 对对对 很出片 那个地方很出片 所以你们的PPT是主打一些你的剧照是吧 对 主打我的摄影作品 没事 我们只能过程享受啊 有手手机 我们都不知道那个怎么搞 一定 拍了一些手就是那些照片 你就放到大屏幕好不好 不大好吧 哈哈哈哈 我加点滤镜还行吧 哈哈哈哈 马上回来了 那还有个板 欢迎开启旅行任意们聚会忙合 我们又聚会了 今天的聚会是朋友的故事会 第一个叫做勇闯评论区 耳朵听到的传闻有真有假 所以我们要有分辨是非的能力 不轻易相信 不随意传播 规则是每位嘉宾有一个评论的板子 请逐一阅读自己的评论板 每读一条就回应一条 并且分享背后的故事和原因 好 开等 谁先来 我来吧 这个 行 可以 耳朵是谁 有什么代表作吗 有什么代表作 确实没什么代表作 有点带播作 大家多多关注一下 水龙一鸣 谢谢 所以有的时候看到这样的评论 其实也无所谓 对吧 还好 还好 本来就是嘛 因为 事实 认了 代播马上就变成代表作了 对 是吧 希望嘛 现在 请大家多多关注一下 谢谢 那我呢 好 龚二角色滤镜太重 作为演员实力还有待观察 也没有放过你 就是 我觉得我确实是幸运 然后也真的是有机会能被看到 龚二他确实本身角色就很丰富 然后层次很多 然后呢 如果想对我作为演员的本身实力观察的话 那就请一直关注我了 一定一定 持续关注一定能看到你 一定一定 另一面 对 更多的一面 银龙来一个 盖回去 对 来来来来 出道多年没感觉到火 第一次演大IP男主任能不能爆火 我说实话其实很羡慕我 能 一出道即巅峰的人 然后也很羡慕你特别好的演员 但是呢 那始终是别人的人生 我参与不了 然后也 说实话也嫉妒过 然后也羡慕过 然后也愤怒过 也不满过 然后也自己责怪自己过 但是 到现在这个年龄 其实应该意识到很多事情 我们能掌控的太少了 而且作为演员 如果真的是把结果 去当做一个最终的目的 那其实挺无聊的 因为确实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很多人帮过我 有很多人支持过我 尤其是在我不行的时候 所以我觉得这次 能演这么大IP男主 其实也有很多人 在背后默默地去支持我 所以不管能不能抱吧 不抱也要继续好好的生活 这是我的认识 所以答案呢 就慢慢去找 我觉得 人生唯一胜利的方式 就是用我喜欢的方式 度过这一生 我觉得是这样 特别棒 但是 我觉得这个也是不客观的 弟弟我们今天出去内景上 说实话全是从龙哥去的 我俩在前面走 好凶 龙哥走到哪儿 就是一群 龙哥 龙哥 然后我们就走 夸成这样都不知道怎么回应了 不用在意 一点不客观 不用在意 不用在意 快宣 再宣传这部剧 希望大家关注 胡耀小姑娘职业 马上换一个赛一点 马上营业状态 有没有一种 已经快要不敢撕开的感觉 没有 我还不怕 我的还好吧 没想到 那家竟然是个搞笑女 是装的还是真搞笑 那我帮你回答吧 装的 但你确实这几年 越来越放开是不是 我其实本身就是这样 但是在那几年 反正确实经历了太多 然后会变得很 小心翼翼 然后现在就响开了 我就觉得爱谁一生 开心就好 对 就是 没必要为别人而活 为自己而活吧 是的 突然插流了一遍 有个问题 你找团队的人写的吗 有 你看看那边 不知道多年没感觉到火 这什么 不会他们那边全是这种吧 我看看 你看 人人都不喜欢妈宝男 但杨帝这个妈宝男 却给大家带来了无限快乐 感谢他的贴脸开大 内娱里的孤勇者 制造了很多综艺名场面 谢谢 好 下一个 这个 没必要吧 为什么 他们里面都那么简单 你们的问题是 感觉这两个节目 来 我看下我的 该不会我 我们三个都 来 我来念 怎么样 好不好 怎么样 好不好 什么 我的近江男主都是一个人 不过这歌怎么一个剧一个样 挺厉害的 没这么快度了 什么情况 等一下 别别别别别 挂脸了 我们这边有点过分了 对啊 我都不好意思了 想对的评论都要这么化分吗 从现在开始 这里是一条红沟 他其实在前一句 也是有稍微的 明朝暗讽一下了 哪儿啊 就什么近江男主 怎么都是同一个人 什么之类的 怎么了呢 我想被这么说 而且他没有说 不好意思 这哥们儿所有剧一个样 他说一个剧一个样 塑造能力又强 塑造能力地泡 剧泡脸 夸了夸了 小心吧 等一下我们都是问号 他们俩是 感叹号 对 就直接是一个 也有一些那个 直接夸 暗讽在里面 但确实不重 他说人人都不喜欢妈宝男 他其实暗 暗绰绰觉得我是妈宝男 因为我不是经常跟我妈妈 一块录节目嘛 但是我的内心的感受是 因为我觉得我妈也是个很搞笑的人 我其实最擅长的就是 发现这个人的搞笑之处 并且把他放大 既然我妈已经搞笑 我觉得应该把那些事情 分享给大家 纳抓 纳抓 是不是 娘笛 你是不是叫我读 纳抓 确实他给我 故事里面制造了很多素材 我确实是我妈的宝了 但我这个确实 太对不起你们了 这样的 没事习惯了 习惯了 妈妈妈